黎智英案第82日聆訊 官方播放2020年9月24日 黎智英和壹傳媒前董事奇福德 以及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學者夏塔克 進行的Live Check with Jimmy Lai 黎智英的節目上主張提升台灣地位 以用作美國對抗中國的槓桿 並相信時任國務卿蓬佩奧 將會到訪台灣為特朗普助選 黎智英又呼籲特朗普政府 對中國實施科技制裁 建議率先從芯片入手 令華為和中興通訊等科技巨頭 減少七成產量 如果美國制裁其他科技 處於研究階段的科技也會受打擊 黎智英表示 由於中國科技 大部分資深研究人員都來自外國 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科技禁令 可以令相關研究人員因為失業離開中國 相信其他西方國家會跟隨美國對中國實施科技禁令 從而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致命打擊 黎智英又預測 台灣中會有機會成為亞洲科技中心 而中國科技產業會因此衰落 後方之後再播放 2020年10月8日 黎智英和奇福德 以及香港天主教榮優書記主教陳日君 進行的Live Check with Jimmy Lai 三個人在節目中談到中藩關係和羅馬教廷 談到中藩關係對香港宗教發展的影響 陳日君指 香港有25%的學校屬於天主教學校 因此天主教在香港有一定影響力 又讚揚天主教學校在反修例抗爭中做得很好 並批評政府近年推行的外國教育屬於洗腦 黎智英之後問陳日君 天主教香港教區 是否應該將推行外國教育的天主教學校除名 陳日君表示認同 知香港日後可能再沒有天主教學校 黎智英又問陳日君 如果日後香港教會都愛國 會否打算在香港成立地下教會 又表示如果會的話 他會加入成為第一個教徒 陳日君未有正面回應 即是說神才是所有人心目中的領袖 黎智英聽完之後再向陳日君指出 總要有人踏出第一步 陳日君回應說我們應該一起開始